女子每天抱着金毛睡觉,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,才发现问题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,在物质条件的满足下,很多人追求精神上的享受,此时很多人开始养宠物,在一众宠物当中,狗狗是最受欢迎的,他们聪明机敏,在危机时刻还会保护主人,有些宠物主人则是把狗狗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,每天一起吃饭睡觉,这不就有一女子每天抱着金毛睡觉, 身体不是去医院检查,才发现问题所在,据了解,这名女子特别喜欢狗狗,于是便养了一只金毛,因为平时工作比较累,回到家疲惫不堪,晚上睡觉,只有抱着狗狗,才会感到特别踏实,但是有一天,她突然感觉身体不适,特别不舒服,便立刻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,检查结果出来后,美女也是被吓倒了,因为医生发现,她体内有着很多寄生虫, 经过询问才知道,美女每天晚上抱着狗狗睡觉时,狗狗身上的寄生虫细菌会随之进入体内,从那以后,女子再也不敢抱着狗狗一起睡觉了,虽然每天都给狗狗洗澡,但是,宠物毕竟与人不一样,就算在干净身上,也难免存在一些寄生虫,所以,各位宠物主人,还是与宠物保持一定距离的好,对此,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